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了几个同学的影响 学了机械专业 大学毕业以后 我顺理成章进了一家大型企业 受我父亲的影响 我这个人做事特别专注 父亲教育我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那就得好好走下去 在工厂里 为了一张图纸 我经常打通宵 企业领导也有意培养我 让我担任一些大型机械的研发设计工作 后来我父亲的一个同事给我介绍了女朋友 是他们医院的护士 我的妻子知书达理 很有生活情趣 他虽然工作也比较忙碌 可是修班的时候 就把家里收拾得板板正正的 他喜欢养花 阳台上一年四季都是芬芳的花香 我们的生活幸福而又美好 后来由于我工作能力突出 工作又特别努力 领导提拔我为常理的中层 我的干劲十足 把所有的精力都铺在了工作上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 那些年儿子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妻子一个人打理 多亏了当时我的母亲退休了 母亲退休以后 正好儿子上学了 他就帮着接送孩子 妻子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父亲退休以后 又回医院返聘了 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 好多患者对他的评价很高 儿子很聪明 高考的时候考了六百多分 顺利地考进了省城的一所本科院校 儿子大学毕业以后 本来想攻读研究生 但是妻子劝他 看看能不能考上我们这里的事业边 如果能考上的话 那就先参加工作吧 要是以后继续想深造学习 可以报个在职研究生 儿子听了我们的劝告 回来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儿子很幸运 同一回参加公务员考试就顺利上岸了 儿子成了体制内的一名工作人员 让我们非常高兴 毕竟在当今工作这么难找 儿子一毕业就有了工作 比当初他考上大学还让我们激动 儿子参加工作以后 我们拿出所有的积蓄 父母又给我们添上一些钱 给了儿子买了一套一百六十五平的大房子 而媳妇是在一家国企上班的 干财务工作 儿子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还没有退休 每次儿子和儿媳妇回来吃饭的时候 都对我特别尊重 而且总是买上我爱喝的本地产的一种低度酒 再带回来几个下酒菜 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乐呵呵地吃饭 儿媳妇的家是农村的 她对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很满意 当时老伴已经退休了 老伴的退休金是七千多块钱 而我当时还在职 我的工资加起来年底的奖金 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得挣九千多块钱 每月我们都会贴补儿子家一些钱 虽然儿子家没有房贷车贷 但是我们知道年轻人爱花钱 他们的消费比我们高多了 咱也理解 儿媳妇爱打扮 他们家门口经常堆着快递箱子 有时老伴就心疼 悄悄地对我说 这样他们还能攒下钱吗 我就安慰他 咱们老不管少事 他们过他们的 咱过咱的 咱就这一个儿子 攒了钱不给儿子加花 给谁花呀 老伴想想 他说也是 反正攒攒了钱 早晚都是给儿子加的 倒不如早点给他们 这样人家也会高兴一些 愿意往咱这里跑 老伴说的是实话 每次儿媳妇见了我们的时候 一口一个爸 一口一个妈 叫得我们心花怒放 心里叔叔坦坦的 每当听到有的同事说 他们的儿媳妇一年也不会叫一句爸妈 我就很庆幸 有一次 儿子和儿媳妇回来吃饭 他们说家里想买个净水机 我一听当时正好发了工资 立马给他们转去了六千块钱 儿媳妇脱口而出 有个有钱的老爸真好 我们家的日子多亏了你们 我的同事都非常羡慕我们 他们的婆家是农村的 不但帮不上忙 婆婆家里有人情来往 或者是生病住院都得找儿子家要钱 儿媳妇生了孙子以后 我一高兴 孙子的满月酒上 我拿出了一个两万的大红包 当时正好发了年年终奖金 我一分都没有留全部送给了孙子 儿媳妇的那句话叫得更甜了 看到儿媳妇给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胖孙子 我们家有了香火 我妻子已高兴 竟然去给儿媳妇花了三万多块钱 买了一个大金镯子 还是实心的 儿媳妇也很会来世 会孝顺 她从网上给我和老伴买各种坚果 给我们补充营养 每到换季的时候 儿媳妇就去商场 给我们买那些大牌子的衣服 我们把钱基本上花给了儿子家 可是看到儿媳妇对我们这样孝顺 我们也觉得花得心甘情愿 我们生怕给儿媳妇钱少了 就觉得对不住她 是的 谁让咱是一个甜枣都吃不了的人呢 我总觉得儿媳妇对咱一分好 咱得对她十分好 我们不但对儿媳妇好 对亲家也很好 咱觉得人家把姑娘养那么大 嫁到了咱们家 也不容易呀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和妻子就背上后礼 专门去拜访亲家 亲家住在山区 我们去到之后 亲家马上就在院子里 支起一口大铁锅 亲家公就开始炖小鸡蘑菇给我们吃 还得再炒个辣子鸡 临走的时候 他们把我们的后备箱里塞满土特产 我们哪一趟去亲家 也得花个千儿八百的 他们村的邻居都说 我们家有钱真好 为人又大方 平时孙子在我们家生活 有时晚上儿子和儿媳妇也在这里住下了 孙子所有的生活开支 都是我和老伴给出的 我们虽然不会在网上买东西 但是我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去超市给他买奶粉 买吃的穿的 谁养大的孩子就和谁亲 这句话一点也错不了 有时儿子和儿媳妇想把孙子带回家住一宿 孙子就大哭着抱着我不肯离开 我的心里就暖乎乎的 说实话 这几年带孩子 由于我还没有退休 老爸累得够呛 身体不好了 但是看到孩子和我们那么贴心 所有的劳累都不翼而飞 六十岁那年的时候 我办了退休手续 我知道企业退休的退休金都不高 我也没正儿八经地问过那些老同事 能领多少退休金 我以为总得发个四五千块钱吧 但是领到退休金的那一刻 还是让我非常震惊 我竟然只有两千七百块钱 人家拿到退休金都很高兴 觉得坐在家里不用干活 到时候就能把钱挣来 但是我非常郁闷 毕竟上班的时候我的工资不低 可如今只有两千来块钱 怎么生活呀 我一下子来了愁 老伴安慰我说 你这个人就是杞人忧天 我一个月七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再加上你这近三千块钱 每月也有一万来块钱了 不缺你吃 不缺你穿 你还想干嘛呀 你真是人心无足 咱只要身体别处大毛病 这些钱根本花不了 老伴的话让我稍微宽慰一点 但是说归说 收入骤然减少 让我非常不适应 虽然老伴的退休金高一点 但是我们都上去年纪了 总得攒点钱吧 而且这几年由于带孙子太疲惫 老伴的三高都出现了 经常需要去医院查体 他去年还住了院 报销了一部分 但是也花了不少钱 再加上老伴经常去找那些偏方 拿中药吃 花费也不小 退休以后 我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花钱了 去菜市场的时候 我要反复地询问价钱比较一下 以前我可是不这样 哪样菜新鲜哪样贵 我买哪样 可是现在退休金这么低 我可不敢那样大手大脚花钱了 我们的餐桌上再也不见了海鲜 肉类只是偶尔隔几天吃一次 而媳妇回来吃饭的时候皱起了眉头 媳妇不高兴地说 爸妈 我们家现在的伙食水平 怎么下降得这么快呀 你孙子可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小孩可得吃好 要不耽误长个子 我赶紧陪着笑脸说 我退休了 退休金只有两千来块钱 咱家以后就得算几着花呀 毕竟我挣钱少了很多 孙子缺不了营养 只不过是以后少给她买点零食和玩具 就行了 而媳妇一听 我退休金只有两千多 她当即搭了脸 一句话都没有说 儿子也有些不高兴 她说 爸 你不用这样扣扣搜搜的 我妈的退休金高呢 咱们该吃吃该喝喝 别这样紧巴过日子 不当家 不知道柴米贵呀 儿子从小兑钱没有多少概念 她当然不知道 我一个月不到三千块钱的退休金是什么滋味 以前孙子的各种兴趣班都是我们给交的费用 那些日子 她的绘画班该交费用了 我和儿子说了两次了 儿子没吱声 那天他们又回来吃饭的时候 我又提起了给孙子交费用的事 儿媳妇赌气地说 我们没有钱 不让孩子学这个绘画班了 我们就挣着点工资 水电费 物业费 我还得买衣服 买化妆品 还有同事结婚或者生孩子得送礼 到处都是花钱的事 孩子所有的兴趣班都给停了吧 听到儿媳妇的抱怨 老伴去悄悄地拉了我一下 不让我再说话了 我们只得孙子的辅导班费用五千块钱给交上了 但是给孙子交上了辅导班的费用 也没换回儿媳妇的笑脸 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把给儿子家花钱了 自从儿媳妇知道我的退休金这么低以后 她很少再喊吧 每次回来 也不是以前满面笑容的样子 我们问一句 她才说一句 有时还不愿搭理 只是恩恩地答应着 以前儿子对我言听计从 从来不会反驳我 可是现在他有时还会顶撞我 把我气得呀 不就是因为我的退休金低了 我比以前挣钱少了吗 我挣钱多少那是我的事 我也没有找他们要吃的要喝的 更没有花他们家一分钱 凭啥得看他们的脸色 那年中秋节之前 老伴说咱们去亲家吧 由于手里的钱少了 我们去亲家时没有像以前那样大把花钱 买礼物 只是给他们买了两箱牛奶 两箱水果 还有一箱营养品 花了六百来块钱 我们去到之后 亲家两口子兴高采烈地出来迎接 站在那里等着帮我们往家里拿礼品 当他们看到后备箱里只有不多的礼品的时候 亲家一愣 他虽然嘴上没说嫌少 但是我从他的神情当中看出来了 以前我们每次来 山蘑菇炖小鸡这是必备的一个菜 可是这一次亲家只用猪肉炖了白菜 另外炒了两个小菜 招待我们 以前亲家总是以后一个老哥哥老姐姐叫着 而这一次也不愿和我们多说话了 刚刚吃完饭 老伴就催我走 临走的时候 也没有给我们带任何礼物 我有些闷闷不乐 我对妻子说 以后咱们别来了 你没看到亲家帮我们拿礼物使的脸色吗 很明显嫌我们花钱少 老伴说 那惠儿你在屋里喝茶 我去院子的时候 他们两口子在那里炒菜 亲家母对亲家公说你少放点肉 他们带这点礼物来 值得上咱们大鱼大肉的招待他们吗 刚吃完饭 我喊着你快点走 以后咱别来了 不找这个麻烦了 咱有这些钱买什么吃不香啊 非得来看他们的脸色吗 我和老伴达成了协议 以后再也不来亲家了 接着我们说起了儿子家 我对老伴说 这些年咱做错了 老伴一愣 问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接着说 咱不应该对儿子和儿媳妇 花钱那么大方 已经养成了他们啃老的习惯 现在咱们条件比以前差了 收入少了 他们就接受不了 天天甩脸子给咱们看 对我们一点尊重都没有 这成何体统 毕竟咱是当老人的 是做父母的 咱们不指望儿子家 给咱送吃的送喝的 也不指望他们给咱钱花 但是起码的尊重 是必不可少的 老伴点点头说 对呀 我早就看出来了 自从你退休以后 儿媳妇就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回来也是搭拉着脸 稍微有点不高兴的地方 就摔摔打打 谁惯得他 这些年咱们哪里对不住他呀 不就是因为现在 给他们钱少了吗 我们俩越说越气 越说越后悔 唉 时光不能倒流 如果回到以前的话 我们给儿子买上房子后 就不再管了 瞅瞅他们周围的年轻人 谁没有房贷啊 儿子和儿媳妇的生活 轻轻松松的 但是他们还不满足 总觉得我们给的钱太少太少 人心无足啊 我们终于大彻大悟 从那以后 我们对儿子家的经济援助 戛然而止 再也不给他们一分钱了 我们再也不主动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吃饭了 孙子已经上了幼儿园 我儿子和儿媳妇接送就行了 儿子一家不回来吃饭 我和老伴一下子觉得手里宽裕了不少 毕竟两口人吃饭和五口人吃饭的伙食消费是不一样的 儿子憋不住了 那天他打电话问我 爸 我们回家吃饭吧 你和我妈在家冷冷清清的 我在心里冷笑了一下 什么冷冷清清的呀 因为儿子看到我们不让他们回来吃饭 急了 他们以前在我们家吃饭 不用出钱 不用出力 多轻松啊 现在他们开始知道我们的好了 我当场拒绝了儿子 我说 不用你们挂电 我和你妈好好的 你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和你妈年纪大了 在做五口人的饭 心有余力不足 你们体谅点吧 有事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而媳妇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在回来的时候他也不敢摔脸子了 但是我和老伴心里有数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会给儿子加钱了 如今我退休两年多了 退休金涨了一些 现在有三千块钱了 我和老伴说 这些年 我从来没有舍得给自己花钱 如今我们吃喝也花不了多少钱了 这个冬天 我打算带着他到海南去过冬 我们正在收拾着 下一周就动身去南方 老年朋友们 而你成家立业以后 我们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行了 不要大把为他们花钱了 当你付出了所有换来的 不一定是孝心和尊重 太让人伤心了 我们老年人更需要尊重 需要认可 否则 我们的付出有什么意义 我们对自己好一些吧 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你们同意我的说法吗 我们来说 我们来订阅